我国历史上皇帝众多,什么样的也有,不过像李世民这样不杀功臣的皇帝真是太罕见了,不过李世民临终前嘱托自己的儿子李志,如果忠臣李继有流连观望之举,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给杀了。 李世民想让儿子杀功臣,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,还是真为了儿子着想,李继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提起我国历史上不杀功臣的皇帝,秦朝的代表是秦始皇,汉朝的代表是光武帝刘秀,隋朝的代表是文帝杨建。 唐朝的代表是太宗李世民,对于李世民这位皇帝,有关他的评价什么都有,有人觉得贞观之治就是在隋朝的基础开创的,要是没有隋朝的那点良好基业,根本就没有贞观盛事,有些事啊,其实并不能这么说,咱们试想一下,如果李世民没有本事,就算他接手的是盛事, 那这美好的一切也会在他手中废掉,清朝的嘉庆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康乾盛事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事,这个盛事末期传到了嘉庆皇帝手中,他并没有继续延续那段盛事。 而是让他在自己手中逐渐走向骆驼,嘉庆皇帝虽然比较勤勉,但他就是平庸,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,但李世民不一样,人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了独属于自己的盛事,那就叫本事,所以在这方面根本没法黑人家,然后就是杀功臣,或许有人就会说了,你说李世民没有杀功臣,那侯君吉是怎么死的? 侯君吉之所以被杀,是因为他一手制造了太子李承乾谋反,李承乾就跟上面的嘉庆皇帝一样,别看他是太子,真本事那是一点也没有,所以侯君吉对他说,既然你这么平庸,那就早点谋反吧,要不然你就是下一个李建成。 李承乾听后感觉十分在理,于是两人就开始谋划造反,结果此事走漏了风声,最后李承乾被废,侯君吉等人则被处死了,不论什么时候,一个大臣要造反, 那基本都是死罪,也不会有皇帝放过他们,因为他们触碰的是皇帝的红线皇权,在许多皇帝眼中,你干什么脏事,丑事我都不管,都可以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但你要是影响到了我的皇权,那就是死路一条,乾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为什么和珅那么大的贪官没被杀,除了人家有本事,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和珅没对皇权产生过威胁。 如果和珅起兵造反,就是乾隆在宠爱他也是得杀的,这也算是皇帝圈子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吧,临死前,侯君吉希望李世民别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,要不然都没人为他守笑了,最后李世民哭着答应了,虽然这两位君臣之前曾有嫌隙,但对于侯君吉这样的人才,李世民还是很看重的, 所以李世民当初还真有点舍不得处死他,但在古代造反是死罪,不处死他那些大臣们会很不满意的,所以最后李世民含泪处死侯君吉,并将其妻儿流放走了,即便是因为造反被处死,李世民依旧让侯君吉待在了灵燕阁二十四功臣中,这也算是对对方的一种怀念吧。 李世民对人才的爱惜就是这样,除了侯君吉,今天的主人公李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或许现在许多人还不知道李继是谁,其实他就是大唐著名的徐茂公。 李继最开始的时候,他是宅让的手下,他最早就是加入的瓦岗军,当时隋朝末年的骑军中,属瓦岗军的实力最强大,而且在如今也是家喻户晓,这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名将太多了,比如李继和善雄信等,实力强归强, 这支骑军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,最主要的就是内部混乱,当时的首领虽然是宅让,但一位猛将李继因为军功显著,他在军中的威望越来越高,甚至都超过了宅让,这么一说,感觉很像是水浒的剧情,这个宅让非常有眼力见,他直接将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李继。 但就算如此,这两位首领之间的关系依旧很紧张,因为李继总觉得对方想图谋不轨,于是李继特地设了鸿门宴,宴会上宅让被杀,李继受伤,就这样,李继迫于无奈跟了李继,李继那时候打仗很不错,他跟善雄信一谋一猛,简直就是绝配,我们可以称其为瓦岗军双子星,但是很遗憾,他们也有打不过的敌人。 比如王世冲,在被王世冲打得喘不过气来后,李继最终带着自己的弟兄们投靠了李渊,从我们现代角度来看,这一选择简直太明智了,或许就连李继他们都没想到。 这个姓李的最后居然能当上皇帝,来到李渊这边后,李继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跟着秦王李世民打仗,随着接触时间越来越长,李世民发现这个李继真是个打仗人才啊,比如著名的虎劳关之战,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战役。 也正是因为对这个人才很了解,所以李世民成功当上皇帝后,他曾让李继多次领军外出作战,比如灭东突厥的时候,李继的贡献就不小,之后在剿灭墨北薛炎陀时,李继也出了不少力,虽然没有李敬他们那么声名显赫,不过李继的名声在当时也是很响亮的。 对于李继这个人才,李世民可是太喜欢他了,战争结束后,李世民给的他都是高官厚禄,但不管怎么着,始终有一根字扎在李世民心中,李世民虽然说很宠爱李继,但对方究竟忠不忠诚,一直让李世民很困惑,原因就在于,李继从未表明过自己的立场,李继的经历,向来都是随遇而安,首领换成谁我就跟着谁。 或者首领让我跟着谁,我就只服从命令,要是说李继之前这样,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妥,但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,他依旧是如此,即便已经跟李世民打过不少仗,但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,李继依旧是处于坐山观虎斗状态,其实这也算是最好的选择吧,两人相争,谁敢说自己一定能取得胜利。 李世民最后虽然获胜了,但这里面的运气成分可是太大了,他们可谓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,从当时实力对比来看,李建成是很强的,而且他还有李渊的支持,所以正面对抗。 李世民的胜算是很低的,万一李继支持了李世民,他要是失败了,那注定会跟着一起被杀,如果要是不支持,就算李建成赢了,他也找不到处死李继的理由。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后,即便当初李继没有支持他,但他依旧重用对方宠爱之情显而易见,当然,你要是说怀疑,李世民自然也怀疑过他,毕竟李继没有支持自己嘛,不过怀疑归怀疑,李世民这个人啊,很稀采,所以就算是怀疑,他也一直在尽力争取对方对自己忠诚,有一次李继得了重病。 太医说,要想治疗很简单,把人的胡须烧成灰,以此为药便可让李继痊愈,李世民得之后,他当即割下并焚烧自己胡须,最后李继得救,不得不说,李世民此举真是太感人了,面对李继的磕头贵谢,李世民说,你谢什么? 我不是为了你才如此,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呀。李世民这句话显得他太有格局了,之后再一次艳艳会上,李世民对李继说道,你之前对李继那么忠诚,现在应该不会有负于阵吧? 见李世民这么说,李继直接咬破手指,用鲜血来表明自己的决心。 之前,李继虽然投降了唐朝,但是这哥们居然半路造反了,然后就被杀了,作为自己的老领导,李继冒着生命危险,请求后葬李继,李渊见状同意了,借着李继穿上校服,亲自去送了李继最后一程,为何说很危险?李继这是在为叛将说话,搞不好他也会被指责有造反的想法。 这个故事,着实让当时的李世民很感动,所以他后来一直在积极追求李继对自己的忠心,但李世民到最后都感觉,李继对自己并没有那么忠诚,其实还是那句话,领导是谁,李继就会对谁忠诚? 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罢了,于是李世民临终前才会提醒李治,如果察觉到李继有什么异常之举,就把他给杀了,那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为何不杀了? 原因就在于,李世民并没有杀掉他的理由和证据,其实在明哲保身这方面,李继还是有大智慧的,李治登基上位后,他想立李世民的妃子武则天为皇后,这么乱的关系不用多想。 那些大臣们肯定不同意,于是李治就问李继意下如何,李继健壮就说,这是你们帝王家的事,我哪管得着啊? 面对李继这个比较冷漠的回答,李治很满意,自古以来,那些皇帝们除了对皇权重视外,还很讨厌大臣们干预自己的家事, 比如,岳飞当年和赵构第一次心生嫌隙,就是因为岳飞建议提前立太子,结果赵构很不开心,所以说做好自己就行了,尽量别管别人的家事,也正是因为李继的巧妙回答,晚年的他不仅深受重用,而且得到了善终。 李继用他自己的智慧不仅保全了自己,而且还维护住了李世民的名声,简直就是一举两得,名利双收啊。 李世民逐渐发现李竟并不拘泥于朝廷的规矩,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李世民的错误,他认为李世民对待百姓的政策过于苛刻,并不符合人情事故, 他还提议放宽税收,减轻百姓的负担,这样的建议在其他人听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,却在李世民看来是胆大妄为,在李世民心中,权力更重要的是忠诚,他认为只有绝对服从自己的人才能被称为忠臣。 然而,李靖的言行让他怀疑李靖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对自己的忠诚,他担心,如果李靖继续放任自留,他可能会背叛自己,因此,李世民在临终前留下了密诏,要求将李靖杀掉。